早晨, 親愛的弟兄姊妹, 平安, 很久不見 我們有三個月的時間在家中困住, 沒有機會出氣, 特別是來參加教會的崇拜 到今天為止, 我們都入了七月, 七月開始, 我們都知道有很多堂會開始有自己的實體崇拜 但是, 季堂會還未有實體崇拜, 我們都可以在線上, 在網上都有機會一齊學習神的話語 今天我都很感恩, 可以在這裏和大家一起學習神的話語 在未開始之前, 我們都一起借著這個禱告來預備我們的心 但願我們在上帝的面前, 或者聖靈在我們的心裏可以做感動的工作 我們一起低頭祈禱 親愛的天父, 我們感謝你賜給我們這個美好的一天 感謝主你借著你的華語, 親自對我們說話 主要我們將我們的心打開, 都求聖靈與我們同在 我們將我們的心靈向主打開的時候, 我們都求主的華語, 感動, 大令, 指引我們的人生道路 主要讓我們不但聽道, 我們都是一個行道的人 感謝主,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祈求, 阿門 耶穌基督的名字 耶穌基督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不從門進陽圈, 以從別處爬進去的人 就是賊, 是強盜 從門進去的才是陽的牧人 看門的會給他開門, 陽也聽他的聲音 他按名字叫自己的陽把他們領出來 領出來之後, 自己便走在前面 陽群也跟著他 因為陽認得他的聲音 陽從不跟隨陌生人 見了陌生人就逃跑 因為他們不認得陌生人的聲音 耶穌基督說了這個比喻 但聽的人都不明白他的意思 於是他又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我就是陽的門 在我以前來的都是賊, 是強盜 陽不聽從他們 我就是門 從我進來的必定得救 並且會安然出入 找到草吃 盜察來 無非是要偷竊殺害毀壞 但我來是要讓得生命 並且得到豐盛的生命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為讓寫命 如果是故宮 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的 浪一來 他別撇下羊逃命 浪就會抓住羊 把羊群驅散 他逃走 因為他是故宮 並不在父羊 我是好牧人 我認識我的羊 我的羊也認識我 正如父認識我 我也認識父 並且我為羊寫命 我還有別的羊 不在這樣圈裡 我必須領他們回來 他們也必聽我的聖音 這樣我所有的羊 將要合成一群 由一個牧人來帶領 父愛我 因為我捨棄自己的生命 為了再得回生命 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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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們看過了我們今天的經文 取之約翰福音 第10章1到第11節 這裡說到耶穌說他是好牧人 我記得我以前小時候 不是小時候 我讀神學之前 我有機會去到泰國北部 去福什閘 我有機會 進入新山裡 與原住民 有接觸和傳福音 我記得那時候 很年輕 在村裡 住了一兩晚之後 我很好奇 為什麼呢 因為在村裡 有很多原住民 住在草屋 他們的家裡 有養豬 那些養豬 一早 他們就會把那些豬 放出去 每一間家裡都會把自己的豬 放出去 那些豬就四處走 有時候走在村口 村尾 那些豬 就 鑽來鑽去 我覺得 挺有趣的 但是很奇怪 那些豬 沒有寫名 也沒有帶牌 每一家人都放出去之後 我很好奇 我問這個傳導人 我說那些豬 這樣走出去 不怕走失 或者被人偷了 或者走迷了 那個傳導人就說 這些東西很簡單 下午夜晚 你就看到 那些豬 是怎樣回到自己的家 那我就很好奇 我說 等那一晚 天就來黑的時候 我就很有興趣 去看到 發生什麼事 我很記得 那時候 差不多 天黑的時候 那個主人家 每一家主人家 就會出來門口 拿著一個鐵盆 一個鐵盆 拿著一枝棍 敲著鐵盆 啃啃啃啃聲 啃啃啃聲之後 那些豬 每個都排隊 自己回自己家 那麼 那個主人還會在門口 看著那些豬進去 還會記起號碼 看看看看 是否在家裡的豬 果然那些豬 真的很聰明 因為他不會走錯旁邊的屋 他就是走回自己的屋 就回到自己的豬卷裡 就在這裡等吃了 因為 晚上的時候 正正就是主人要餵食的時候 那些豬就知道有好東西吃 我現在時間到了 要快點回家 所以那些豬就排隊 一隻不留 沒有一隻走錯家門口 就回到這個主人家的家裡 我覺得 這些豬真是很聰明 不過傳導人說 是說 原住民在這裡養這些豬 是用這樣的方法 早上就夜放 他就自己出去四周圍 找那些食物 到晚上 主人家就會把他們 預備了的食物 那些豬料 就要讓那些豬吃 讓他們吃得肥肥白白 當然這些豬 你自己看就不是肥肥白白 是黑豬 但是那些豬就會按事後 按聲音 按地點 回到家裡 今天 當然知道 兄姐妹 我不是跟你說豬 我們都知道 豬是很聰明 但是我今天 就不會叫你 學你做一個豬 所以下次 不要罵別人 你是蠢豬 如果豬是不蠢 是很聰明的 如果我們都知道 如果你家裡 是要養小動物 是養小動物 的話 你都會發覺到 其實這些小動物 你用心氣養去 你是浪費心機 或者是 你要很愛牠的話 你會發覺到 這些小動物 好像有靈性 或者是很聰明 是會了解你的心意 好像我家裡 我養了一隻貓 雖然那隻貓 有多少自己的性格 但是偶然偶然 牠都會好好地和你 慶恩勤 所以弟兄姐妹 以古動物 都有這樣的靈性 可況今天我們身為人 我們更加會知道 我們的造物主 或者我們的主人 真正的主人是誰 耶穌就對這個事 耶穌就說到了 耶穌就會跟我們說 其實我們是耶穌的羊 牠是我們的牧人 今天借著這段經文 我們都說了 我們借著這段經文 這段經文就是什麼呢 這段經文就是講到 耶穌自己說 祂是好牧人 約翰福音第十章 用了這個比喻 耶穌對起的門徒 或者對信起的人 說我是好牧人 或者我是羊的門 用這樣的方式 來跟我們說 我們這些屬主的人 我們這些羊 屬耶穌的羊 其實是怎樣呢 其實我們是有一個很蒙福的生命 因為在經文後面 我們看到第十節 就說 我來了 是叫羊得生命 並且得到更豐盛 所以我們感謝主 今天我們有機會 一起來學習神的說話 也有機會在當中 借著耶穌教導 來明白祂的心意 首先 如果我們要得逐這個 蒙福的生命 我們想過一個蒙福的人生的話 第一件事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信服 和謙卑地跟隨主 因為真正依靠上帝的基督徒 他會聽 他會跟上帝所說的每一句說話 弟兄姐妹 如果你看這段經文的時候 在第十章第一節 由開始 耶穌就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但是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到底有什麼事發生了 引起耶穌去說這段說話 其實你看看韓方的第九章 其實就發生了一件事 那件事就是 耶穌在第九章的時候 他就醫治了一個生命 就是核眼的人 這個核眼的人 他從小到大 是沒有核眼的 他媽媽出生之後 他媽媽出生之後 他就是核眼一直到 看到耶穌為止 耶穌就醫治他 但耶穌醫治他的時候 他就知道這件事 引起了當地的法律賽人 非常不滿 甚至乎我們看到 這個法律賽人 就把這個核眼的人 好了 就帶去這個回堂 審問他 甚至乎說他 是怎樣 是違反了 那些以色列人的律法 所以耶穌就照這件事 就說了這篇 就去疾問這些法律賽人 其實你看到 其九章的時候 到結尾 耶穌其實是指示這些法律賽人 是說著怎樣 說他們這些 有眼是無珠的 這些法律賽人 因為為什麼呢 他明明看到是上帝的做法 但是他寧可怎樣拒絕上帝 但是這個核眼的人 是生在黑暗中 但是他在光明中見到耶穌 所以第九章就很清楚地說明了之後 耶穌第十章就說到這個比喻 這個比喻是叫做什麼呢 是叫耶穌說我是好牧人 加上在之前說我是羊的門 但這些牧羊人在耶穌的時代 或者是新約的時代 我們都知道他們是一個很普通的工作 當時很多人在巴勒斯坦 他們都是做這些牧羊人的工作 他們在當中把自己的羊 每一人帶到外面 給他們吃草 喝水 之後就帶他們回來 所以第十章第一節到第三節 是這麼說的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人盡羊圈 不從門盡去 賭從別處排入去 哪人就是賊 就是強盜 從門盡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看門的就給他開門 羊也聽他的聲音 他按著自命 來叫自己的羊 將羊領出來 兄姐妹我們看到這裡有說到什麼 他們說這裡有個賊 有什麼 有強盜 從門進入去的 就是強盜 這裡其實那個強盜 我們都看到 其實是呼應第古章 耶穌就講這個比喻的時候 其實是很明顯地說 這些強盜就是當時以色列 以色列如果是一個羊圈的話 這些強盜就是哪個呢 就是這些法律賽人 這些所謂我們說的那些什麼 那些 就是宗教領袖 這些法律賽人 這些民事 就是當時耶穌淺責的這群人 所以我們看到 耶穌說我是羊的門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很不明白 為什麼耶穌要是門呢 耶穌要做別的事不行嗎 為什麼要做門呢 其實如果我們知道 當時的牧羊人 他們有時候 將那些羊帶出去吃草的時候 通常附近的村口 或者是那些城鎮附近的草 都已經吃到七七八八了 所以有時候 他們要將那些羊帶到 比較遠一點的地方 甚至乎在山裡比較深的地方 我們都知道 有時候因為地方很遠 而我們看到羊 有時候要走到很遠去吃 但是回不及 回不及 回不及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這些 這些牧羊人 通常在未去之前 他們有幾個牧羊人 一起 組了這些所謂的羊圈 這些羊圈 你們看到 這些羊圈是這樣的 這裏有一個洞 是讓羊進去的 是一個門 但是這門 沒有真的一個門 是蓋著木門 或者鐵門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 那些牧羊人 是會 將自己 夜晚的時候 就會在這個門 那裏 就會在那裏過夜 那些羊 就會在羊圈裡 安息 睡覺 那些牧羊人 就會在這裏 旁邊是沒有後門 是不輕行後門的 所以沒有後門 只有前門 前門就是牧羊人 那麼看門的人就會在這裏 有時 譬如說 馬太福音講到的 比例 就是那天室羊 有個羊見了 那些羊 去找這個 迷失的羊的時候 他都將他的羊 交給看門的人 自己就去找 看門的人 就將他的羊放在一起 你又說 那些羊是侵了 是的 是侵了的 但是那些羊 跟豬一樣 為什麼呢? 他們會認自己的主人 所以那個看門的人 就在這裏坐著 那晚上 如果他找到羊回來的時候 他去到這個羊的門之後 這個看門的就會被 吸他開門 或者這個看門的就會被他在這裏 在正門入的 正門入的 正門入的 正是牧羊人 以猜 在旁邊入的 那些肯定是賊 或者野獸在這裏入 因為野獸肯定不會在正門入 因為正門入的 牧羊人是會和你死過的 那些賊 亦都不會在正門入 因為牧羊人是會和你死過的 所以以這個說法 我們都知道了 其實耶穌說 我是羊的門的時候 由我進入就有生命 為什麼呢? 因為你入這裏入去的時候 你就知道裡面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裡面是一個讓你可以安息的地方 所以耶穌說自己是羊的門的時候 其實是有這樣的一個典故 或者這些是這樣的傳統 所以在伯勒西壇 我們都知道 每樣是一個非常辛苦和危險的工作 他們是沒有OT的 他們全天後要工作 又沒有什麼時候收工 什麼時候吃飯 他們要責任保養群 有時候出到很遠了 甚至乎是一兩三個禮拜 所以你看到耶穌出生的時候 當藥室帶著馬尼亞去到百里行的時候 我們看到當地的牧羊人 在夜晚半夜在草地上過夜 以至天使向他們顯現 這些牧羊人的工作非常危險 加上很辛苦 都是很低賤的一種工作 因為他們全身都湊羊味 和藥住在一起 牧羊人當時在以色列人當中有兩種 一種是什麼呢 是那些有自己的羊 即是我的羊 是我自己養和我自己帶的 有一種就是那些 看別人看守藥的那些故宮 所以這些工通常是沒有什麼人做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辛苦 第二呢 這些工是一些很低賤的工作 甚至乎我們都知道 有時候那些會堂 因為那些牧羊人想來 在會堂裡做禮拜 或者他們想去祈禱 進入猶太的會堂的時候 那些會堂的那些管會堂的人 甚至乎是那些教師和拉臂 甚至乎是趕他們出去 是欠他們去照 所以我們都知道 耶穌時代的牧羊人是一個很普通的工作 而似乎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工作 但是這個工作正正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的主是願意牽卑自己 在危險當中來保護我們 願意來安慰 願意來醫治這些羊群 這些羊呢 因為跟得慕容人多 那些羊呢 雖然每一隻羊 對我們來說 看起來是一樣的 但是那些牧羊人就會分 他們會給他們有名字 或者是那些 給他們有特別的一個稱號 或者是有些特別的聲音 他們會跟隨的 一般來說 那個牧羊人呢 通常的身上 都會帶著一個 一個鈴鐺 或者這個鈴鐺 交給頭的 頭一隻帶 那個頭羊 我們叫做領頭羊 那個領頭羊的身邊 就帶著一個鈴鐺 其他那些羊呢 就是聽那個聲音 或者是聽牧羊人的聲音 他的口聲音 他就會緊緊地跟隨他 所以這些鈴鐺的聲音 或者這個牧羊人的聲音 是只有他有的 那些羊就會認著這個聲音 來跟從這個牧羊人 以為你是那些陌生人 你又想學起的聲音 那些羊是分得出 誰是牧羊人 誰是陌生人 所以如果是陌生人 一走近他們 那些羊就會怕 他們就會走了 弟兄姐妹 如果我們看這個 Sir George Eddard Smith 他就這樣說 他就這樣說 這個牧羊人 是不眠不休的 依止那個長子 眼是珠視遠方 每一隻羊 在他的心中 都有非常大的地位 四散的羊 在他眷顧當中 是給予保護的 當時你又明白 為何在以色列歷史當中 上帝會將這個君王 甚至乎好像大衛 君王 說他是以色列的牧羊 甚至乎讓上帝 都以自己是以色列的牧羊 來給一個表徵和象徵 這是表徵什麼呢 是基督耶穌 是一個牧羊 是一個自我犧牲的典法 如果我們明白到 上帝的心意是這樣的 我們就明白我們這些 所謂的羊仔 跟著耶穌的話 我們的工作很簡單 只要聽和信服 信從他 我們知道 牧羊人通常有一個 像之後 他們都有一個 機船的石仔 來打敵人 通常有些野獸遠遠來 或者是老虎獅子來的時候 他們用這個石仔來打 我們都很清楚 我們很出名的大衛 在小時候是一個牧羊人的時候 他們都用這些石 這些機船 這個石 來打敵哥利亞 所以弟兄姐妹 我們看到這段經文的時候 我們就明白耶穌說的意思 耶穌在第十章第一節說 人進入羊圈 不從門進去 都從別處爬入去 那人就是賊 就是強盜 不過正正是說 那些 宗教師 就用那些 宗教的名義 來壓迫 甚至乎來強奪 這些藥的生命 他們是在地處爬入去的 所以我們知道耶穌說 他是牧人的時候 是一個願意為牧羊犧牲的牧人 弟兄姐妹 我們都知道這些羊群 他們有時候 是沒有其他動物那麼機靈 但是有一點 他們非常清楚 就是他們會認這個聲音 我們很多時候 弟兄姐妹 我們有時候跟從耶穌 很多時候 我們是照自己的心意 就做我們自己要做的事 如果我們好像這些羊 是自己做自己的事 我自己要走自己的路的時候 我們就如聖經 在編唱雅書裡說到 我們就好像什麼 二羊走迷一樣 就是迷失的羊群一樣 通常羊怎麼迷失呢 通常羊迷失的時候 就是自己固自自己吃 以及不會聽牧人的聲音 當羊群已經慢慢離遠了 大家跟著牧人走 這個羊就自己走自己的路 所以我們都明白 當這些事發生的時候 對那個迷失的羊來說 牠就很吃虧了 為什麼呢? 因為牠已經離開了保護牧人 加上牠每一天 牠都要為自己的食物擔心 牠不知道明天會不會吃 甚至晚上過夜的時候 牠已經不可羊圈的保護 而至沒有羊的門的攔阻 不過羊門是一個生命的門 這個羊門 當你進入的時候 你知道你的門口有一個牧羊 是保護牧羊人 是保護你的時候 你就知道為什麼 你就知道你是一個安情 還有一個安息的心 以至晚上可以睡得淋 因為你知道 是沒有人在裡面 是會殺害你 或者是偷渡你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們要問我們自己 當我們自己稱 我們為這個上帝羊群的羊的時候 我們要做一個蒙福的人的時候 耶穌說我們的生命 會得到更豐盛的時候 我們是否像這些羊那樣 是願意謙卑地聽耶穌的聲音 這個牧羊是願意為我們寫明的 如果我們知道他這麼好的話 我們是否願意來跟從他的主人 來聽從他的聲音 以至我們不會做迷失的羊呢 所以弟兄姊妹這個MCO 我聽到很多弟兄姊妹 雖然在這個行動上 是沒有辦法 好像以前那樣自由 但是我們都知道 很多時候 我們在家裡 我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或者我們現在更多時間的時候 我們就會 會不會開始 會為自己做別的事 或者他們開始 會怎樣 他們開始就會 迷失了自己 弟兄姊妹我們都希望 這個牧羊人和羊的門 是給了我們一個安慰 因為耶穌是我們的保護 耶穌是我們的生靈的供應者 耶穌甚至乎是 是應許了我們給我們一個 給我們一個豐盛的生命 聖經就說到耶穌是我們的牧人 兄姊妹耶穌是我們的牧人 他就會提供什麼呢 他就會提供很多的保護給我們 我們要感謝主 因為耶穌是我們的牧人 他帶領我們 入一個青草地 入一個溪水邊 讓我們有得吃 有得喝 加上耶穌還說 祂是我們的 祂是羊的門 就是我們在抗野的時候 我們在野外的時候 耶穌還應許我們說 祂是我們羊的門 什麼是羊的門呢 羊的門就是一個保護的一個牧人 會在門裡來掌我們 來保護我們 讓我們離開危險 讓我們離開野獸 讓我們離開賊 那些偷渡的賊 所以我們聽到這道說 譬如說 安門的就是給祂開門 讓也聽祂的聲音 祂按著自己的命 將讓領出來 即放出自己的羊 就在前頭走 讓也跟著祂 因為認得祂的聲音 讓我們這些所謂耶穌基督的藥 我們要跟從我們的牧人 因為他們的牧人 是應許我們 給我們有生命 給我們有水渴 有水可以吃 有水可以喝 有食物可以吃 我們看到耶穌在詩篇二十三篇 第四到第五節 都是這樣說 祂說 我雖然行過死陰的憂局 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 你的將和你的干都安慰我 在我敵人的面前 你為我擺設現值 你擁有高了我的頭 使我的福杯滿意 兄姐妹的詩篇二十三篇 是大衛寫了牧羊人的寫照 用牧羊人 來比以色列的百姓和上帝的關係 上帝是他們的牧者 照顧保護以色列的百姓 在他們這麼多年來 從雅伯拉罕一直到大衛 一直到耶穌神之父 到現在我們看到 上帝是一個守藥的上帝 他在當中幫助 這些以色列人 保護他們 讓他們經過了無數次的時陰的憂局 這些羊得不怕遭害 因為牧羊人的牧羊 這些牧羊人的牧羊都會保護他 所以弟兄姐妹 我們是蒙福的 因為耶穌是我們的保護者 因此我們要依靠他 我們跟從他 我們是蒙福的 我們給他保護 我們也是蒙福的 因為耶穌就是羊的門 是要保護我們 遠離那些賊和那些野獸 耶穌就說了第九節說 我就是門 扮從我盡來的 必然得救 並且出以得草 弟兄姐妹 這裡是呼應了 好像詩篇二十三篇 講到這個羊 他的需要 讓需要些什麼呢? 讓是需要些食物 讓需要些水可以渴 我們看到耶穌就說 這個門是吸他們 在抗野地 是一個保護 甚至乎吸他們 在抗野地 也有得食 甚至乎是一個保護的象徵 耶穌說這個門 只有一個入口 是由正門進去 就可以得到 正門進去 因為是牧羊人所保護的 而且可以當中得到草 可以吃 所以弟兄姐妹 我們在當中 我們是一個蒙福的人 因為我們有耶穌 在我們的正門等候我們 弟兄姐妹 這裡沒有後門 有後門進去的那些 當然是山賊 有後門進去的那些 當然不是走正路的人 所以正經都跟我們說 反我先來的都是賊 都是賊 是強盜 卻不聽他們 這些強盜 這些賊 他們就會在旁邊爬進去 甚至乎沒有後門 甚至乎是爬進去 爬進去 爬進去 耶穌就說他們要殺害 要偷渡 因為通常這些賊進去之後 為了避免這些羊 會驚慌 他們是不可以生拿的 他們只可以殺死了 只可以暈出去 這樣羊就會安安靜靜地出去 以至驚動牧人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東西 我們就知道 這些山賊進來 他們就是偷偷地 快快吹 一刀割了羊頸 就將羊暈出去 這就是怎麼說呢 這裡是第八節講 在我先來的都是賊 在耶穌先來的是哪些呢 我們看到 當時回應了第九章 耶穌指示這些法律裁人 就責備他們 為什麼 因為耶穌在第九章的時候 醫治了一個生離核眼的人 但是這個核眼的人 得以漢見 反而得不到這些宗教師 宗教家他們的稱讚 以至沒有看到這些是上帝的寧謠的彰顯 反而看到耶穌在安息日做這些事 是犯了律法 反而來責備耶穌 所以耶穌說這些宗教師 雖然他們被稱為那些牧羊人 是牧羊這些以色列的百姓 但是耶穌在後面就說他們是故宮 他們不是真的愛護這些羊 因為那些狼群進來的時候 這些故宮就走了 加上這些故宮不單止是故宮 是一些撇下羊魂的故宮 甚至乎是什麼呢 甚至乎是那些賊 是進來偷渡的賊 將羊殺害 我們也知道在耶穌的時代 我們看到這些宗教師 這些法律裁人 民事 打著這個宗教的名義 他們真正在壓迫這些百姓 讓他們不單止要扶上很多的說服 加上還有什麼 還要在宗教上滿足很多這些規條 奉獻或者敬拜 用這樣的方式來捆綁這些百姓 但是這些百姓雖然有這樣的宗教儀式 但是得不到自由 耶穌就說 我說什麼呢 我是羊的門 如果由我入去的羊圈裡 就必然得救 因為裡面是得安息 和得草吃的地方 是脫離危險的地方 因為在羊見外面 是沒有保護的 在羊見外面 有野獸在夜晚會擒著你 甚至吃了你 或者那些山賊會捉著你 會殺害你 所以說得而出入 以那個自由得著真正的自由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的自由是上帝吸依我們的 上帝吸依我們的自由 那些律法本來是把人帶到自由的階段 但是這些律法師就把這些自由 成為一種壓迫 來壓迫這些百姓 所以弟兄姊妹在這個時候 其實是說 並且出入 這個出入的時候 就是說 因為耶穌我們可以出入 因為耶穌我們有這樣的自由 這些自由在律法當中得自由 更加在約翰風裡說到 是否因著真理而得自由 最終的時候 得草吃的時候 就是得了真正的滿足 真正的得到上帝的慈福 因為上帝似給我們 是我們今天的飲食 而且我們可以當中得到這個滿足 以我們明白的時候 我們就真正明白這句說話 兄姊妹身為一隻羊 你的工作是做什麼呢? 她不用擔心天天要吃什麼 她不用擔心天天我們要走什麼路 她的工作就是睡醒 跟著牧羊人聽那個聲音 聽牧羊人叫氣的聲音 她就是跟著那隻羊 去到牧羊人為他預備的 這些聽草地和水埔 遲完了 這個牧羊人回到羊店裡面 他就可以睡 就是喝喝吃吃 就是可以安安樂樂的 是一個非常保滿的一個人生 甚至乎這個詩篇二十三篇講什麼呢? 詩篇二十三篇講的 在敵人的面前還擺植現植 就是在敵人的面前 你不用慌 你還可以大食大飲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保護是贏的 耶穌說 我要來要讓生命 而且得得更豐盛 不單止刺激我們日用的飲食 不單止保護我們遠離危險 耶穌說 祂要來將我們的生命 帶入更深的一個階段 就是豐盛的生命 耶穌說 因為我是好目人 好目人 好目人為羊寫命 好目人當中 甚至乎將生命交出來 是要為其羊寫命 而且羊是會看到 會知道 耶穌說話指著什麼呢? 耶穌說話指著 他將會在他人生最後的階段 將人類的罪惡披在自己身上 以此為人 釘死在十字架上 等於我們看到這樣的經驗的時候 我們要尚尚地感謝我們的上帝 我們要為我們的生命 可以形式上帝 而感謝他 不單止要跟從他 我們要帶著一個感恩的心 來過每一天的生活 因為我們要知道我們的永生 我們所謂的這個寺日 我們所謂的這個封聖 是一個極大的代價 是耶穌獻出自己的生命 甚至乎被鞭打、被虐待、被折磨 被人污衊 甚至乎是要將生命捨去 以至我們可以得到這個永恆的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 一項一書第二章第25節就這樣說 是用好木人必須要寫明的釘十字架 流血作多人的熟架 就要將一粒墨紙落在地裡死了 就結出許多的紙粒來一樣 它經死已復活升天的過程 成為此人生命之靈 才能叫我們領受所應許的永生 我們永生不是必然的 我們的永生不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的永生是耶穌負上重大的代價 而給我們有這樣的自由和生命 所以我們是一個蒙福的人 我們應該緊緊地依靠上來 就好像羊羹蟲這個牧羊人一樣 聽他的聲音 信服他 牽卑地跟從我們 我們是一個蒙福的人 我們應該常常感謝上帝 因為上帝付出了重大的代價 將他獨生的愛子 刺激給人類 在當中 披了人類的罪在生命中 所以聽著我們 我們應該全然地跟從主 以至我們的生命 可以在當中得到封聖 這一個主日 是我們七月第一個主日 我都希望伯兄姊妹 借著這段經文 耶穌跟我們說 他是一個好牧人 好牧人為羊寫命 耶穌都要我們明白到 他是我們羊的門 他會保護我們 他會提供我們這個應許 這個應許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封聖的生命 這個封聖的生命 為什麼得著呢? 是因為耶穌獻上了自己的生命 保留地為我們獻上 為我們這個必死的犯罪的生命 而獻上了自己的寶貴的生命 補血流出 我們得而謝 我們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蒙福蒙恩 所以聽著姊妹 讓我們做一個蒙福的人 讓我們做一個蒙神月辣的人 讓我們做一個緊緊依靠上帝 常常感謝主 傳言跟從主的蒙福人 我們一起祈禱 祈禾你 祝我們你的愛子耶穌基督 祂為我們釘上在十字架 祂為我們 捨去了個生命 就irse一粒墨子落在地還裡 Battle까요 lá 瑋麗 祂為我們再次乾燥 求主借着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的生命再次被主得着 主由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好目印 主由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你是我们的羊的门 主由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救赎者 由我们可以在这段期间多多思想主的说话 由我们可以在这段期间感谢主,可以施灵主,可以顺服主 我们求主祝福我们以下所有的弟兄姊妹 由我们在家一齐聆听你的说话的时候 主也求祢赐福我们 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